深夜台南市區大貨車 從外信道偏離衝衝衝 追撞路邊機車就像打保齡球 機車油箱破裂 起火燃燒 附近住戶聽到巨大聲響 趕緊跑出來查看 我應該沒油吧 猛烈衝擊力道偷天錯都震動 還以為又發生地震 民眾穿著四腳褲下樓逃命 走到屋外傻了眼 二三十台機車東倒西歪 車體嚴重扭曲變形 不管是停在路邊還是騎樓下 五一倖免滿地碎零件 店家二樓高招牌被撞歪砸到地上 就連路燈跟電線桿也被撞斷 大貨車追撞路邊機車招牌 一台機車捲進底盤拖行20公尺 大貨車動彈不得才停下 現場剛好有一名富人 要步行到台南公園運動 第一時間閃開沒撞到驚魂未定 一早工程單位出動吊車打掃戰場 吊掛機車拆除搖搖欲墜的招牌 初步調查大貨車凌晨從台中開往台南 駕駛精神不濟 一時恍神闖下大禍 索性沒人受傷 也好險不是在上班時間 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記者賴冠章台南報導 記者賴冠章台南報導